记者陈云桃园报道 奥地利联邦铁路访问团今天前往桃园市政府参访 桃园市长郑文灿也与奥地利商务代表办事处代表副市员 Christian Fuchsteiner 奥地利联邦铁路商业技术中心执行长约翰普利 Johane Ploune等人交流 并介绍桃园市的轨道建设及智慧城市计划 郑文灿指出 桃园市目前有两大轨道计划 一市都会驱铁路地下化 另一则市都会捷运系统兴建 市区内的第一条绿线捷运 今年会开始兴建 之后也会陆续兴建更多路线 预计要涵盖160万的都会人口通勤需求 郑文灿说 桃园是台湾制造业最重要的城市 工业产值全台第一 比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多三倍 从桃园国际机场出发到欧洲各城市的航点 搬机也越来越多 有助于促进台湾与欧洲间的经济与观光交流 未来也希望多跟欧洲国家交流 学习城市治理 包括轨道建设 城市设计及智慧城市等项目 郑文灿还说 桃园市民卡整合多项功能 包括学生证 图书证 福利卡 乘车票券 小额电子钱包等 目前已经发行超过104万张 超过一半市民都在使用该卡 未来桃园市政府也会就各方面使用与欧洲城市交流 秘书处张颜子杰表示 奥地利联邦铁路 简称奥铁 BB 是一家覆盖奥地利全国的国家铁路公司 分别有客运 货运及基础建设的子公司 这一次奥地利访团前来桃园 针对桃园机场捷运 桃园市智慧城市运用 高铁桃园站等项目进行参访 并就营运 政策等深入讨论